今天带大家看锦绣南哥第五十三集 刘易康林雨贵在殿前恳求皇上收回成命 但却未得到回复 而三宝向沈黎哥谎称刘易康受赵入宫市集 沈黎哥也信以为真 为其布置好了饭菜 晚上刘易康看到满桌佳肴后顿时气不成声 随即更衣前往方英阁 亲自为沈黎哥描眉 还声称皇上准许他休假三个月 要带他外出游玩 沈黎哥听闻心情大好 二人更是相约每年都要挂赏一支风铃 沈黎哥拿出陈年的笔心酒 送到沈府给沈丰当贺礼 可沈府却空无一人 就连陈少讯和空城也不见踪迹 刘易康再次赶赴皇宫 却依旧被皇上拒见 廷尉表示皇上纵然有心释放 但是皇宫生前已在认罪书上 曝出黎妃身份 皇上也需要堵住悠悠众口 待人都散之后 刘易康一人独自落寞 谁知沈黎哥躲在屏风后 窥听到了全部对话 默默痛哭 随后 沈黎哥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 和刘易康重温旧事 回忆过去 次日 刘易康再次前去皇宫 等他手捧圣旨 欣喜奔回王府时 却发现沈黎哥已经不知所踪 还摘掉了属于他的风铃 刘易康十分惊讶 但却找不到他的踪迹 脑子里不停回闪一幕幕 他已经引下独久的画面 三年后 梅琪产下一子 沈丰坐镇北境 百姓安居乐业 刘易轩也协助刘易康 将心证推行完毕 刘易康痴情未改 每天照常折取一枝梨花 亲自送到方英阁 阁内就井如故 唯独住在此处的旧人 不知陷至何处 待他登上七霞山 来到黎竹亚居 仍见沈黎歌英容 好 谢谢大家